Hello,歡迎來到暖異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我年初一必吃的 齋菜鍋容易做 Let us begin Hello,我是暖異廚房的大叔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齋菜 為什麼我會做呢? 因為我家習慣了年初一就是吃齋菜 所以我們一向會做年初一 早上做下午那一餐 夜晚那一餐都是吃齋 就是初一的 我們平時就是用蠔油去炆 要浸一些粉絲 已經浸好了 然後有些花菜浸了 冬菇 豆腐 豆腐 木耳 草菇 其實有什麼呢? 你可以自己製作 有豆腐 還有一些菜 菜呢? 你可以用自己想要的 我就用挖挖菜 你可以用其他你想吃的菜 都沒有問題 首先呢 蔥要切粒 然後蘿蔔切片 然後還有蒜片 那我就忘記了 我之後會切的 都要準備 然後那個 發菜和粉絲 就要先浸水 草菇和石筍 我就是罐頭 冬菇一定要浸水 過夜 不然冬菇不夠 因為煮的時候 要炆很久 然後呢 豆腐 和木耳 就要浸水 和瘦氣菇 待會呢 冬菇呢 現在就切定了 那待會呢 那個粉絲 瘦氣菇 木耳 和那個 豆腐 就要 沸出水 因為呢 其他菜呢 就因為有草腥味 那跟著那個 粉絲呢 如果你出了水 大概煮它 30秒 至1分鐘 這樣 它之後呢 就會比較容易去炆 待會去煮的時候 因為我不會先下 一會兒告訴你 那所以呢 你就 做出出水 我呢 就用煮麵 有過的那些 就放進水裡 那裹一裹 全部都是裹一裹 大概 過過2-30秒 就拿回起來 那那個水呢 就裡面 都要加少許油 少許鹽 那裹了那個 醋青味 草菇 都盡量 就盡量 就把那個 泥味 那麼 草菇 它尾那裏 有個定的 會比較硬 我就不喜歡吃 所以你見我 是切了它 跟著草菇 對切 跟著就備用 那 豆腐我就喜歡 切一半 原因就是 家裡的小朋友 如果 你不切 你一陣子煮滾了之後 有時候它裡面熱 咬下去 它會擠一些水 汁出來 辣到的嘴 所以通常我這樣切半 就會好一點 豆腐呢 我就對半 接著就切四分 即是總共八九 接著要拿去煎一煎 煎香的表面之後 就放在旁邊 就不一起煎 煎爛豆腐 最後才放的豆腐 你不用怕豆腐不熟 不入味 不會的 你放心 因為到尾 煎炖豆腐的時候 會入味 還有 這個 有兩種吃法 你可以炖好 熱 熱 捧上桌 像我一樣 或者如果你喜歡 像火鍋一樣 吃 雖然下午 好像 會比較重 但你喜歡 可以拿爐 熱 煎 所以大家可以吃 配白飯 這個便是鎚 這個便是鎚 豆腐放進去 有煎 不要翻臉 到差不多可以 你才去動 中間你可以搖一搖 讓它沒有黏 底 但就不要不斷地攪爛 小心點 兩邊都煎到金黃色 就可以放在一邊 接著就等待備用 現在 現在就奉行 多菜小肉 所以不只是 初一吃 或者定時定後 平時煮都好吃 因為 這麼多菜 其實它夠甜 有甜又好吃 有多選擇 所以 你便可以選擇 你自己喜歡 首先 蒜片 爆香它 爆香完 蒜片 爆一會 之後 就可以放蔥白 即是白色那一節 因為它內茶 是煮的 不怕焦 綠色那一節 淋上碟之前 才淋上去 就不用太早下 綠色那一節 先放些硬的 例如蘿蔔 筍 筍 還有冬菇 那些 最好爆香 它會比較好吃 而且硬一點 要多一點時間去煮 那些我會先放 之後 再煮一會 煮到 大概2-3分鐘 然後再加其他 再加其他 再加其他 下一個 加其他 冬菇 其他 其他 爆它2-3分鐘 之後 你便可以加菜 加完菜 要加少許水 因為只剩菜 很難煮軟 所以你便要加些水 那我便會加 剛才浸冬菇的水 加一些 然後再加 100毫升的清水 即是乾淨水 便會加進去 那 不要用水 因為這些 煮完 便要吃人上桌 盡量用煮過的 凍滾水 那些 便會更好 我會加兩茶匙小杏 但我沒有加進去 食譜 因為這個 是你個人喜歡的 因為我 覺得這樣煮完 會更香 有些人便會 不想 沒有問題 這個便是 隨意 你見到煮完 菜可以加了 但菜 你不要加太多水 我不會說 100毫升 夠不夠 不夠汁 不會因為菜會出水 還有我告訴你 待會後來要再補水 那 菜 然後加水 你要煮到它 炒一炒 炒到它 兩三分鐘 菜開始出水 便可以調味 調味 不是加蘇蠔油 蘇蠔油 是硬一點才加的 你要加了 生抽 老抽 鹽 糖 胡椒粉 因為有些菜 全部 都是一個甜 因為 蔡蠔菇那些 都是甜 首先 加了 醬油 鹽 糖 調味 然後 在裡面煮一會 好多 有些菜 會有層次 和好吃 然後 我會先加入 豆粿和 木耳 有些人不想煮太久 只要硬一點 所以 好多 我會分散 然後試試 它 整個 都有 因為家中的鑊 不是那麼大 有些 過年吃齋, 下午一餐, 我們四個人吃差不多 因為只有美食 生抽, 老抽 鹽一茶匙, 糖一茶匙 就夠了, 糖和鹽, 同比例 胡椒粉呢, 喜歡加一點, 不喜歡可以不加 但其他那些呢, 就最好跟蹤 因為你加了一點糖, 下去之後呢 會更加香, 更加甜 不只是蔬菜那些, 整個鍋都好吃了 煮完了, 到這裏, 先下粉絲 因為你見現在的水, 我為何這麼遲才下粉絲 因為粉絲要煮一陣子 因為粉絲下去, 煮得越久, 就越吸水 你看, 現在我煮多兩煮, 連水都沒有 所以為何呢, 現在就再補 補多少水呢, 就補多100毫升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想多汁一點, 你真的要用爐 去煮, 慢慢煮, 加多一點水 不然它會乾, 如果不是, 就100毫升水就可以了 接著呢, 現在就加好油 因為之前呢, 它那個粉絲會不斷吸水 變成你調好的味道都沒有用 後來不夠水, 就變成可能偏鹹 那你現在呢, 煮好了 之後再加蠔油呢 調味呢, 調味呢 調好的味道, 之後就下豆腐 記住下豆腐呢, 是要去推它 不要去炒它 那麽就弄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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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慢慢推下去 那麽它在裡面這樣煮一陣子 那麽就OK了 那麽其他東西呢, 基本上就已經熟了 那麽就弄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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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麽簡單 那麽我煮到, 你也煮到 那麽如果妳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頻道, 按個鐘仔 那麽下次煮食的時候, 妳就不會錯過了 那麽謝謝, 拜拜 那麽, 拜拜